你未来会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老师这一块 可以把自己的亲生经历 然后告诉他们 然后让他们要懂得去想 这是邓绍杰的梦想职业 想把自己的故事当作教材分享 今年21岁的他从小父母离异 由阿公一手带大 隔代这样的家庭 让他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得全熟 只是两年前阿公往生后 邓绍杰仿佛失去了全世界 不仅无家可归 甚至对生命绝望 我每次教我之前是真的会很难过 因为你看 阿公故事然后亲戚 然后问他们 他们都没有人愿意帮我 都没有人愿意帮我 所以我才叫我离开这里 高中毕业后 邓绍杰从竹东北上念书 现在半工半读 虽然生活有些辛苦 但好在两地慈祭之宫 接手关怀 弥补了亲情的缺憾 其实他是一个很 很有自信的孩子 对啊 然后他很阳光很 可是就是会觉得说 需要蛮多的关心 我觉得 他现在是一个人要去负担自己的生活费 但是他非常的积极主动 甚至也会规划他将来 他会自己就想好了 邓绍杰学习领域奖 邓绍杰在课业上的努力 有目共睹 货班今年辞济信仰奖学金 学习领域奖 他也发挥所长 在典礼上担任思议 并与在场所有人分享他的故事 要感谢真的感谢不完 但是我能做最大的就是 懂我以后就是 懂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可以去帮助也有需要的人 年纪轻轻常进生离死别 邓绍杰明白 人生有太多意外 必须在对的路上坚持 才能挥别过去 印象崭新人生 大爱新闻 女士宣简缘集台北报导